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拿到1%都不到的或者是1%的来换一点高一点利息的 但是又绝对有保证绝对有保险还可以拿高一点的利息 这方面来介绍给我们听吧 因为自从去年的时候一直联储就加息 就是想压通胀 但是没有预期的压的好 那个百分之还是很高 所以联储还是有计划去继续加息 加息 现在我们就是推广了一个新的一个program 它就是可以去到6% 对保证10年 就是你钱要放进去10年 对 它给你6% 这是负利吧 看盘增长的 在这个时间里面 可以就是做一个passive income passive income passive income的话呢 你要把那个时间放长一点 其实换的一种想法 你就可以用这些passive income来做自己的expenses 对 对不对 你看看6% 10年不变的 我就有一个客人 他就放了25万 每一年保证1万5 他就作为他10年的expenses 如果你除每一个月的话 比那个social security的income还高 对 并且想到利息 如果说10年有6%的话 对 你10年之内利息可能会掉了 对 可是这个是保险公司提供的还是银行 这是保险公司的 其实保险公司的定存 更保险 更保险 某一方面是比银行还灵活的 比如说银行的定存 它是单利的 单利 simple interest simple interest 做不到compound 因为保险公司的定存 你可以两个选择 你可以马上拿利率 它是单利 但是如果你不想拿利率 你继续放着 利滚利 利滚利 其实你set好这个定存的话 10年不变 每一年是6%的话 等于 钱生钱 好像我的客人就是放25万 每一年拿1万 1万5的话 它总共10年的interest 可以拿到19万7 19万7712 那就会把它的本金25万 10年之后你知道多少吗 多少 滚到47万 47万712 对44万7千712 如果你放在market的话 market会浮动 对不对 flunctuate 未必做到这个 所以现在定存这么高利息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外面的很多人都要来存在 我们非常忙这一段时间 所以抓住这个高利率的好机会 好机会 所以这个每一个账户的保险也是25万吗 对保险公司 FDIC 这个跟保险公司和银行的保证不一样的policy吧 它是这样的 银行是FDIC 每一个账25万 但保险公司同样有一个跟银行的FDIC是一样的 保险公司是guarantee fund 每一个州每一个不同 加州是California Insurance Association来保证的 每一账也是25万 每一个账也是25万 所以你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说有一个客户 他是有好几个保单 但是分别到齐 他现在看到这个机会来了 他又不想去买那种 他自己都永远不太懂的一些产品 所以他干脆就roll over到这一种的account 没错 最近就好多客人就是过去的利率比较低 低得多 低得多 但是他们到齐了 他就可以可以replace到这些定存 所以拿更高的利率 如果你就是有旧的保单到齐的 你也可以考虑放在这些定存 保险公司比银行还会稳固的 没有任何的费用 利率保证 如果你不想做十年 我们有三年 现在三年是5.25 哎呦这个也很高啊 对啊 然后钱不必tied up那么久 对 5年的有6.05 6年的5.65 8年5.7 10年6% 看看你自己需求的 放在哪一个部位上 哇好棒啊 ok 好 那么他这个并不是说我钱放进去是单纯的 放进去 他有没有别的方面的一些 benefit呢 现在新的program 定存是比较灵活的 一方面你可以选择是 马上拿利率 好 银行做不到的 另外呢 如果你的钱放在里面的话 出现一个需要护你的状况 保险公司有一个 Wave给你 你可以把那个钱拿出来 没有罚款 另外的话 如果那个人如果出现一个重大质病 那个terminal illness的状况 可以先把那个百分之75的 价值 价值拿出来 没有罚款 ok 这是比较灵活的 所以是比较灵活的 对的确是 好 谢谢Sabrina的介绍 不用谢 好 接着呢 我们现在进段工商资讯 回来就会讲到一个totally different concept 那个concept 是另外一种financial planning 里面的规划 其中的一个工具 我们先休息一下 观众朋友 两分钟以后就回来